可是弟子已经习肾又两年了 医师及学佛有人一直表示 若不习肾会死 甚至说习肾不在老法师 是医药不能延长寿命的说法之内 弟子对上述的说法一律甚多 请问不习肾就会死吗 习肾改进健康就能活吗 在佛法里不是这么说法的 不是说医药不能延长寿命 寿命是有一定的 是有定数 你们看看了凡私讯 你就明白了 但是佛法不是序命论 佛法讲的寿命依旧操纵在自己的手上 佛教人 修三种布施 得山三种善谷 我们学佛的人 对这个要相信 不能怀疑 佛说 财富是国报 你命令有的 丢都丢不掉 命令没有 求也求不来 所以你何必去求求呢 如果命令没有 现在可以修 怎么个修法呢 修财布施 你要布施啊 布施是因呢 得财富是果 越施越多 明天 我们的华严经 会讲到啊 菩萨 是种布施 这是华严经上说的 古报不可思议啊 聪明智慧是古报 法布施 法布施是因 喜欢修法布施 你的聪明智慧啊 那也许人家问 我都修都常常修布施 为什么古报不能献钱呢 我也有过这个疑问 我请教张家大使 他老人家告诉我 他说你修因果不能献钱 他这当中啊 有障碍 这业障碍啊 障碍除掉之后啊 果报就献钱了 所以对于因果报应呢 你要深信不疑 那个障碍是什么呢 我们在华严经里面 看到师尊 常常给我们讲的 三重障 严重啊 这三重障 我们想想自己统统有啊 第一个是傲慢 第二个是嫉妒 第三个是贪欲 贪民 贪利 贪财 贪私 甚至学佛 贪佛法 贪功德 都是障碍啊 你只是换对象而已啊 你并没有断贪心啊 啊 所以贪佛法 贪功德的时候 功德都不能陷钱 都是障碍 啊 所以你要是 把这三种障碍除掉 这个果报很容易陷钱 啊 真的是 是感应到脚 第三呢 健康长寿 是果 无微不失是因 啊 无微不失是什么呢 众生有苦难的时候 你很乐意去救他 去帮助他 啊 化解他的恐怖危惧 这个叫 无微不失 啊 得健康长寿啊 啊 那么你们注意想想 现在搞恐怖组织 啊 让全世界的人 都生活在恐怖 不安当中 他会得什么 恐怖 啊 不但这一生呢 他的短命果报啊 啊 他这个威胁别人是 深深适适 在地狱 整个轨道 他不容易出来啊 啊 那么发明原子弹的 造这些 这个化学武器的 啊 也是让全世界人都不安 都生活在恐怖当中 啊 所以你一度佛经啊 你就晓得他果不在哪里 啊 所以这个信心 决定一起 啊 你有病 不要常常想着病 你常想福 你看这个山西小院 就是非常好的例子 啊 因为他们的病啊 已经到了不能医治了 啊 医生给他宣布 顶多只能再活一个月到三个月了 所以他们也 把这个求 生的这个念头啊 放下了 一心念福 求生进度 啊 没想到了 越念 好像身体越好 病痛没有了 啊 念上三个月 五个月才去检查了 他癌症没有了 啊 这是什么原因呢 意念把它转变了 这个道理 注意看看 日本 将本身 波斯的水试验 你会得到启示 啊 这个意念呢 把你身体里面的 有核细胞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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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 这是 病菌的这个细胞啊 他统统把它 他统统把它 恢复 健康的状况 啊 这个不是用药物啊 这是用意念啊 啊 这是真的说是精神治疗 哎 他并没有希望我活啊 我只希望念佛求生进土 你寿命没有到 啊 他自然的病就好了 啊 所以纵然是寿命到了 求长寿得长寿 啊 那 了凡先生 没有求长寿 但是他寿命一场 啊 算命先生 算他只有53岁 他活到74岁 啊 延长了21年 啊 三个期 啊 这个 这像这些 这例认呢 太多太多了 啊 只要你 断卧修善 急功累得 啊 无论在财富 在这个 聪明智慧 健康常识 你都可以得到 啊 不能怀疑 啊 怀疑 你们有信心 那你求就求不到了 啊 啊 啊